今天會有這麼一個特別的講座 對 我們的女孩也都非常好奇 因為她也不知道今天為什麼要參加折承 要選什麼 對 那其實我們雅谷台中啊 在今年邁入了 我們從民間第一年是那個 YOUBI主辦的就是那個 YOUBI主辦的就是那個 我們YOUBI主辦在07年的時候在 楓原 在楓原主辦 民間主辦 然後再來市府是 跟市府合作是從那個08年開始 所以現在已經大概算是12加1 大家如果看我們那個回顧長 12加1的意思就是 一年是民間 那官班 那個官班是那個 12年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們 我們都 都年輕過 對不對 我們都年輕過 就是十幾年前我們都是很年輕的 那 那個時候我們也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還沒有結婚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意義其實在於說 我們這十幾年過去了 我們這幾個人 在楊谷台中成長 然後 我們 也開始 有自己的家庭 然後有自己的 小朋友 對 對 只有這麼多支 對 等一下大家輪一下了 這樣子 然後 沒錯嘛 你們都有小朋友了 等一下 我確定一下你們都有小朋友 對對對 不然我們今天就不符合今天的主題 就現場馬上改題目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叫做 搖滾奶爸這樣子 那我們這 就是 我們在玩樂團的過程中間 我們就是 歷經了就是 從二十幾歲 然後到三十幾歲 這樣子 那 那就是我們從 等於說我們人生蠻重要的階段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在 樂團來講 就是我們顧慮社會 然後再組家庭 然後再繼續玩樂團 是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請 請 就是想說找一些樂團朋友們 來跟大家分享說 怎麼有辦法就是 組家庭 又有小朋友以後 還可以 繼續玩樂團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從 我們就先從 那個 大家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每個人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為什麼 你生了小朋友以後 你的老婆 還會願意讓我們樂團 欸 都就是我們第一天的第一題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從 一臉驚恐的 對 他是官方代表隊 好 那我們請老王 老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欸 大家好 我是台青椒的主上老王 好 剛剛才演完 所以剛剛衝過來 所以 就知道 然後在演出前 是在 準備小朋友的尿布 對 欸 我本來以為你要抱過來 本來想要 後來還是放棄了 對 我剛剛其實有在你下面留言 然後留言失敗 我有留說 你怎麼敢 帶過來 因為小朋友才 才五個月 還有一個三歲 對 欸 我現在有這樣 然後我老婆 因為洛哥說要談老婆 對不對 先看一下老婆 沒有來 好 可以開始講了 好 他大學的時候最喜歡就是 吳志明 的929 然後跟TZ Back 所以他一直想要去聽團 但是都沒有辦法 因為有了小孩 這樣 所以他就派我去聽 也不是這樣 重點是因為老婆 他覺得玩團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運動跟休閒 那還有就是 只要我時間能夠控制好 他都可以接受 真的嗎 是這樣子 是真的這樣子嗎 其實可以 可以講得比較 真誠一點 就像我們昨天也是 我們昨天有那個日本朋友 我們昨天是那個 國際論壇 那我們有日本朋友 這樣 日本朋友從頭到尾都在講客套話 所以我就說 不要再講客套話 因為他們都很有禮貌 對 就是一直這樣 要問台中的好 然後我就請他講說 不行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那個 跟我們講說那個 不行 我這講出來 蛤 就是有需要改進的這樣子 對 為什麼不敢講出來得罪我 我就不要講 蛤 蛤 不是得罪他 是得罪別的 不得罪別的 然後他就繼續講 然後他就說那個 我們這個活動非常的成功 但是想要給我們一點建議這樣子 但是他還是很謙虛的說 可能是我們日本人比較奇怪 因為我們日本如果大型的活動出現 都會出現一些怪怪的人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有了沒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會覺得 有 他們都會有很多保全 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 音樂祭 沒有什麼保全 但是 卻很peace 大家覺得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很不服氣的說有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警察 對不對 所以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警察 昨天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對 今天就發現有很多的警察 人民的保養 對啊 就因為日本朋友這樣一句話 就傾草而出了 對啊 非常感謝日本人 台日友好 沒有講太多了 好 接下來那個 我們的殺手娘 我們來自於台中 他有一首歌曲 好 這個就不用再多提了 你也知道你剛剛講太多了 對對對 好 那 我們剛剛的問題是 老婆怎麼會支持自己玩團 其實 我老婆跟團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一種 她是跟我在一起之後才知道我會玩團 這厲害 對對對 所以她平常不看團 剛在一起的時候她都會來看我表演 現在就完全不看我表演 對 看膩了 看膩了 不過我小朋友很愛看我表演 她都覺得自己爸爸在台上很帥 對 大家很信仰 我爸爸都很喜歡他耶 我唱他的歌耶 我好帥喔這樣 然後我 我算是比較早結婚啦 然後我老大已經小二了 我老大已經小二了 對 我老大已經小二了 這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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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可以可以 然後我小 我小隻的 我兩個女兒 我兩個都是女兒 然後我小隻的現在是大阪 對現在是大阪這樣 從那個 手動啊 到現在變聲控 那什麼意思 蛤 手動跟聲控 手動一棒球你還敢挖油之話 現在聲控說 欸來棒球 那她會理你喔 不然咧 我女兒不會啊 那就是你 我失敗 不夠威嚴啊 真的喔 我在家裡是辦黑臉啊一個 我是比較 嚴謹一點 但是我在家裡 我們黑臉永遠都是我小朋友 是喔 對啊 因為其實 因為我從小教育是我媽其實很醜 那我 我比較還好啦 我知道說這樣醜其實不好 所以說 可是我很想說我媽醜就是了 我很想說我媽醜 但是我知道這樣醜不好 所以我 還蠻多規矩給自己小朋友的 比如說在餐廳啊 然後到處亂跑 有一次 因為我們每年過年嘛 娘家那邊 親戚二三四個人 很多小朋友都在餐廳裡面到處亂跑 然後我小朋友都會想跟他們一起跑嘛 對不對 剛離開座椅的時候 過來 回來座位坐好 不准跑 那她有回來嗎 回來啊 快快坐好 好不然咧 等一下交一下 這個齁 沒有啦 沒有啦 不好啊 不好 沒有就是不要 就是你也不要生氣 所以你也不要生氣 我現在都是生控 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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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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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阿公阿嬤還是爸爸媽媽帶小朋友說 啊我要這個啊 啊有煞 然後小朋友都會嘛 我女兒也會啊 對不對 怎麼可能不喜歡冰雪許遠 一定喜歡的嘛 我就說 爸爸現在可不可以買這玩具 不可以今天可以看 不能買 你先看生日再買 他說 他就去 他在那邊看 先看 我也知道他很想要啦 我也很想買給他啦 可是就不行嘛 就不行啊 然後他說 我就說 爸爸我好想買完去喔 這樣 這個誠懇 還有女兒你知道嗎 爸爸我真的好想買回去喔 夢想要演他 我就說 來 看完了齁 早早回家回家 他就回家了 他也不會苦 從來不會 我是覺得這個 我自己滿驕傲的地方啦 對啊對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好像跟搖滾 搖滾奶怕沒什麼關係 這是我的育兒金而已 對 所以你要帶回來 帶回來幹嘛 回來正題 喔回來正題齁 忘記題目了對不對 對對對 很容易耶 真的不好意思 我剛剛不應該錯怪你 我的錯 我也忘記了 所以 好 我們先把他快速講完 交給我們Yuki 對啊 快就講完了 男人最怕快啊 不知道不知道 今天太多小朋友了 對對對 那就是 其實老婆 我覺得剛剛那個老王有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時間要分配好了 該給家庭的時間要給家庭 就是 像我禮拜一是家庭日 我就禮拜一是絕對不排任何事情 因為之前 對 曾經就不小心 就是 都會 今天我臨時有事啊 幹嘛幹嘛 就會 諸多抱怨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要 我覺得這不是玩團啦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一樣 就時間分配好 給家庭 我覺得應該都是沒什麼問題 在這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玩具比小朋友多的 玩具 永遠比小朋友多的 Yuki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 我老婆也不是聽團的 我老婆是 幼稚園老師 對 是美術老師 對 然後就是 她其實 我老婆其實 她是我國中的初戀女友 對 然後中間 分手了十多年 然後再回想 又相遇了 她跟朋友來 然後來看 欸 怎麼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是 再相遇 不到一年就結婚了 然後 她現在應該很多回家給我吧 怎麼說 因為 她一開始也會覺得說 玩樂的 好像 蠻帥蠻酷的 蠻帥的 好像結婚之後 完全都不一樣 蠻帥的 因為有一間店 這樣子 然後結婚後才發現 很有個性 她覺得 母子要被 母子要被 被她拉出去 這樣子 然後 對啊 就是 但是自有小孩之後 就是我人生就是 變蠻多的 那一開始 因為我以前 畢竟是開LiveHouse 我常常在辦活動 就是 其實就是 我算是 就是 屬於夜生活的 然後 常常就是 很晚才會回家 那就先 之後有小孩 就跟阿良一樣 我現在就是固定 禮拜一、二 一定會 在家 然後就是一定要去接小孩 然後 就是既然把工作都 排除掉 這樣子 就覺得 其實 就是 辦活動 或者是在做LiveHouse 這麼多年來 其實 我每次去幼稚園 接小孩 那一瞬間 我是覺得是 我目前人生最快樂的是 看他 很雀躍的跑出來 這樣子 就會讓我覺得 然後爸爸又摔這樣 變爸爸不一樣 你爸很趴 好 那個 對阿 我們都有一個育兒金 這樣子 然後 像我自己 我是 我是生 我是女兒 對我是女兒 但我對我女兒 就都沒有辦法 他們講的我都 我都沒有達成 一向都沒有這樣子 我只要 我女兒 要買東西 她一直看 我第一句話是跟你一樣 我就耍帥說那個 噢不行 這個不行這樣子 然後我女兒就 就中美頭 這個不行 然後把皮包拿出來這樣 這個不行 不能只買這個 那個也要買 她一中美頭 對 我就偷 對 就是這樣子 那只是最近很困擾 因為她都想買扭蛋 對 扭蛋我就覺得很靠北 就是 為什麼都是只有指定 兩個五十塊 對 就要去想辦法去換五十塊 就覺得這個實在是 太惡劣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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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產品 對 那我們 我其實就是 跟 跟我老婆就是也是一樣 跟大家都是一樣 就是會去分配 分配時間 這樣子 然後 我也希望就是 但是有些時候 我很乾乾 因為我們都是在辦活動 開的POSE 那就變成說 一般假日都很忙 對 所以我就會常常說 欸其實 音樂機也不錯這樣子 但是後來她一次兩次以後 她就 不要 不要讓我騙了這樣 那後來今年 就像說今天我就 很下定決心 就是想說 帶她去 去澎湖玩 這樣我就可以遠離台灣 就不會再遇到 音樂人了 然後到那個 就遇到了 對啊 然後到澎湖就發現 陳森有活動 然後我不小心又就說 欸阿華你這禮拜六不知道要幹嘛 不然 我們就看陳森 跟王少谷好了 蛤 還來 到澎湖了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再去看喔 對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 對於跟我參加音樂活動 就是 驗入到了一個起點 這樣子 沒錯沒錯 我老婆也是 對然後 其實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安排一個 就是很特別的來賓 就是我們的局長 這樣 基本上 基本上大家可能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 活到懶趴 所以就 沒有啦 我們要巴結他 所以就 安排他入座 其實沒有啦 我們就是論事是 其實今天會有這個區域阿 這個會有這個區域是 我們 我們是 我跟Yuki是承辦單位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基本上 我是一開始沒想到啦 那後來是因為 局長他是以他那個 比較偏樂名的角色啦 因為他 他覺得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 親子的地方 有一個親子區 然後大家可以透過 打擊夜的學習這樣子 那或許是從 小時候就可以開始接觸 這音樂 或是說我們就把 小朋友 其實後來想想有道理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很多音樂界都這樣子 他會有一個那個 親子區 那你就可能 老婆就帶著 老婆不想看團嘛 大部分 全部的老婆都不想看團 對 那他就是去親子區 跟小朋友玩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看團 或是表演這樣 那想想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 請局長跟我分享一下 為什麼那個時候 讓我們承辦單位 可以多花了這筆錢 啊不是啊 那個 那就是建議我們 就是 做這個 有欲教與樂意義的地方這樣子 為什麼會忽然有 這麼靈機一動這樣 大家好 基本上 我 其實是 不太有資格坐在這 因為 畢竟 現場這四位都是 搖滾樂團的前輩 那我覺得我坐在這 唯一的功用就是 替大家 背贖 我就是要以 台中市政府官方的代表 用官方的資源來 好好幫助我們的 搖滾醫院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在我上任之後 我一直在問自己說 我擔任 台中市政府的新聞局的局長 到底能做哪些事情 那其實那時候 諾哥啊 Yuki啊 還有一些搖滾的前輩 就有來找我 討論過 搖滾台中 應該怎麼辦 那是不是搖滾台中呢 他如果辦成 只是一個活動的話 那種一次性的活動 是最沒有效益 也是最沒有效果 和意義的 所以就有跟Yuki 我跟諾哥去討論說 如果我們搖滾台中 他不但是 辦一個活動 可是這個活動的前置作業 是可以開放很多的 年輕樂團 透過這個舞台去表現一下自己 那我覺得 他就是有達到一個人才培育 還有鼓勵我們 台中在地樂團的一個鼓勵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去做 所以我們也不但有做 青春懲罰 就是大學高中的這些 可以在那個舞台上去表演之外 我們還有那個 數位合集的錄製 然後開放我們 四位的 在地的樂團 錄選 不但去錄製自己的合集 有個夢想的實現 那更在我們搖滾台中 這麼真實的舞台上 表現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我們搖滾台中 就變成是一個 不但只是活動 而且是一個 人才培育的一個邀欄 那我們就很希望說 很多優秀的年輕人 可以進入這個行業 然後像Yuki啊 諾哥還有舞台清交 這些很有名的 這些搖滾的前輩 你們大家去學習 那我剛才其實聽到 大家都是搖滾奶爸嘛 對不對 基本上 我很佩服啦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 自己的人生過程 一定有最辛苦的那一面 就好像我擔任新聞局長 我老婆在現場 那個 基本上 我講一個很驚悚的畫面 應該你們都有經歷過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家小朋友是睡覺 躺著睡覺 我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家小朋友 還是躺著睡覺 那就是 代表是說 基本上我就是早出晚歸 那小孩是 基本上是 我的眼中是 他是沒有醒來過 比較驚悚的畫面 他是躺著長大的 我相信那個 洛哥你們大家 基本上 應該也有遇過這種情況 嗨 嗨 所以 我其實很佩服說 在這個搖滾的路上 因為我算是一個樂迷的角色 我事實上 本的沒有在玩搖滾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非常佩服你們 能在搖滾的這個路上 有老婆的支持 那小孩生出來之後 你們的難不去放棄 因為 我們一定都知道說 搖滾的音樂 你要賺錢 你要真正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非常的困難 那 我就在反思說 如何站在你們的面前 給你們背書 用我們台中市政府官方 很有限的資源 來去支持你們大家 所以 我一直在想 搖滾台中的這一次 我認為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他已經立了很多的先例 謝謝諾哥 謝謝大家的建議 我很希望說 之後的搖滾台中 不但是 城市的一個品牌 更是 我們台中 向外證明說 其實搖滾 也是可以成為一個 很知名的行業 讓各位去發光發熱的 一個氣急 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相當相當重要 所以 我今天坐在這 要特別 謝謝四位 請大家給這四位 一個掌聲好嗎 那我們 謝謝那個 文化局長 不是啦 這是 新聞局長 因為他一度讓我以為 他是文化局長 大家知道原因嗎 因為基本上新聞局 就不會幹這些事情 因為新聞局的不名思義 就是要幫那個 政府化妝嘛 對啊 就是宣傳為主 那你像說 這一次 會去考慮到一些 像下榨根 像說 就是音樂養成 音樂養成教育 就是我們這邊的 小小部有這個部分 那然後 像說 數位合輯這種 那數位合輯 也是說 還多給我們年輕 那個在地樂團一些 發行自己作品的機會 那還有像 青春城 這基本上 不會是新聞局做啦 對 這是坦白話 對所以 非常難得 我們也給那個 我們新聞局長一顆 掌聲一下 謝謝 好 然後 接下來我們第二題就是 那 還有第二題 兩題就好了好不好 兩題就好了 我們這個 就像昨天一樣 就只有兩題 對 然後就開放發錄 史上 最快 不問題的講座 就在這裡 對 對 那沒有啊 就是 那我們這樣 一路完下來 然後又生小朋友了 那想請問各位是 不得已才玩下去 就是 就想我本來以為可以兼顧人 那後來其實沒有 但是又好像 種種因素又繼續玩 還是說 覺得其實 不錯 我們小朋友就是 尤其是你 現在小朋友才 對啊 對啊 三歲 豬狗鞋 對 有這個成語 對不對 對 所以有沒有 就是生小朋友後 他不小心玩團 車迷一下 結果又覺得 好像有點後悔 還是說都不會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帶孩子 還是蠻需要體力的 跟搖滾樂 在玩是一樣 那 有一個 但是兩個比較不一樣 是搖滾樂 越晚會越年輕 啊 但帶孩子 越帶會越老 精力其實會容易被吸走 對 所以這兩個 其實就變成是 要Balance 一個方向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其實剛剛 就是也有夥伴講到 其實帶孩子 其實孩子會 從你的表演 跟你的歌曲裡面 可以吸收到 你想要對他說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對我目前創作 跟玩團來講 算蠻大的一部分 就是他如果 像 我的孩子 三歲 然後是男生 那他 每天睡覺前 一定會聽一首 搖滾樂團的歌 那 每一個時期有不同的歌 那一開始就是聽 我們的音樂 後來又接觸 有沒有 一開始最小是聽 農村武裝青年 然後再來聽 謝明佑 還有那個 斷黛斯 然後接著聽 台青椒 然後台青椒聽完 覺得很帥 然後就一直都會聽 然後最近 茄子彈出了 Happy問獎 每天都要Happy問獎 因為他很喜歡開車 我就覺得 無形中好像 把一些生活的元素 也帶進去 我覺得他就會 會有一些耳濡目染 對 所以他睡覺前的時候 都開演唱會 就在床上一直跳 哈哈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不是民謠掛 是比較 Rock 比較Rock 對 那我聽說 吳智琳的小朋友 就是很 就是很安靜的在那邊 就是吳智琳這樣 對 就是吳智琳 那諾哥你的是 我的其實是 他會一直甩 對啊 蠻正常發揮的 不過你講的是真的啦 就是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我覺得我們跟小朋友 應該是從小 這一部分 音樂是蠻容易 就可以 變成大家的語言 就是共同的語言 那我覺得小朋友 這是我覺得 比較慶幸的地方 因為 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爸媽 可能會覺得跟小 小朋友代溝 但我覺得 所謂的代溝 應該是因為 從小沒有 共同的興趣 對 那我會覺得 玩搖滾樂 目前感覺起來 是 這地方啦 我覺得比較慶幸的 這樣子 對 那再來 沒了 沒了 沒有了 體負是什麼 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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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我自己都會忘記耶 等一下 你跟小朋友 不動 老王很認真耶 其實我真的 沒關係老老 隨意啦 就是 繼續玩團 然後沈不沈下去 這件事情 呃 其實我覺得 玩團 你的心態是什麼 還蠻重要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小朋友來了 嗨 跳哥哥 我覺得 玩團的狀態蠻重要的 因為 畢竟 像 其實我們覺得 玩樂很重要 就是親近和平親 其實跟小朋友 還蠻容易可以親近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好的 然後 主要 主要你要看你的團員怎麼樣 我覺得團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他們對於樂團的態度是什麼 也會去 也會影響到你對於樂團的狀況這樣 因為 我現在玩的這個團 其實成立也蠻久了 但是其實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 後來就覺得說 好像還是可以玩 對啊 好像還是可以玩 然後就想說 可是就找 就找了一些老朋友 就說啊我們就一起玩 但是我們就 隨輕鬆一點玩 我們也不要求什麼 像搖滾台中 有給我們一個棒的舞台可以表演 然後 我發發格拍拍影片 對 讓你主持這樣 對 然後又讓我主持 那是綠色舞台主持人 大家長這樣 是不是 尖叫聲來一下 對不對 就是 騙家騙家這樣 騙家騙家這樣 對對對 這真的是 蠻不錯的 我覺得 樂團跟興趣一樣 你要什麼興趣 我可以去打球 我今天可以玩滑板 我可以打保齡球 我可以去游泳 我可以看電影 我有各種興趣 只是剛好我們選擇的樂趣 是玩團而已 我覺得只是差別在這邊 你看看你要不要花 要不要花時間 要不要花錢 要喔 我們玩樂團一樣 要花時間花錢 對 但這是很棒的娛樂 我覺得很棒 一個發洩的娛樂 而且在創作過程 因為我們之前剛好都是創作樂團 可以把我們自己 有一些平常生活的 開心的也好 不開心的也好 一些思想的東西也好 可以傳達出去 可以發現一下我們心裡面的一些 對一些想法 這樣子 所以玩團真的是一個很健康的活動 沒有錯 沒有錯 對 那再來是 你記得問你 因為其實要顧小孩 要玩團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是那個 記憶力會 忽然的下降 會 會 真的會 很嚴重 很嚴重 對 我這邊 我自己玩團 現在的狀態是 我現在還是有在玩樂 然後 以前 還沒有 就可能 沒有結婚或是沒有小孩的時候 就是可能 玩團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 下班 或者是 就是 課餘之後 可能 我們都可以練十點過後 可以練半夜 但是自從我小孩之後 因為我們團 蠻特別 就是 我們四個團員全部都結婚 然後 有兩個團員都有小孩 所以我們的原則是 絕對不會夜練 對 那以前 夜練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很正常的事情 十點過後練團有什麼不對 一兩點練團也很正常 可是現在這個團 就是變成說 我們堅持不會夜練 就是 會 可能就是 會 花多一點晚上的時間去陪 陪家人 所以我們團其實很有趣 就是 我們都是早上 九點練團 練到十二點 然後帶大家各自來去忙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團員大部分都是老師 就幾乎都是玩 都是那個 音樂老師 對 就是十二點 就是可能我們早上 就是真的必須要 比較辛苦 就是 早上九點起床 真的是 對我們過去 真的是蠻痛苦 可是 真的後面 就是調適好 就覺得 好像早上練團很健康 體力都很好 嗓子都非常好 這樣子 那也這樣子過了一兩年 就覺得 就是真的 生活變得很不一樣 身體也變健康 對 身體也變健康 對 差蠻多 但是還是有瓶頸 就像我小朋友 現在是 剛買到生一年級 然後我就會發現 我要從 八點起床 變成七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啦 所以他還是會有一點 瓶頸要突破一下 對 我們現在剛開始也沒幾天 對 然後我 我因為這樣子 輪胎就被割到了 我現在回去又要暈了 對 因為我們那麼早練團 有個好處就是 呃 可以 就是一個禮拜就是一定會有一天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晚睡 晚期那一種 可是因為 也因為有小孩 然後又早上練團 所以會變成 我禮拜一二一定是家庭日 要去揭曉 但是 但是每個禮拜 我們都是禮拜四或禮拜五練團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固定 有一天就是 就是 送小孩去上課之後 再去練團 我真的感覺 蠻奇妙的 蠻好的 蠻好的 對 我還遇不到了 因為我團員 我團員後來 還是要夜練 超想死的 夜練回家兩點 七點還要起來帶小孩 很累了 超世界的 對啊 太崩潰了 還好我的團員都結婚一個小孩 接下來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 再來厲害囉 這樣厲害 這個真厲害 這結合下去真厲害 我到現在 不知道局長要怎麼接這一題 我大概 我大概 我這個人最喜歡整合和衍生一些東西 我還是講一下說 其實我們今天會請大家來聽這個事 除了 我們很希望這個搖滾音樂 從下去扎根 讓小孩子提前去認識搖滾 我更要去說服大家一件事情 相信大家也都很支持 只是我還是要特別去補充一下 其實搖滾樂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一種 獨立批判思考的一個獨立音樂 那我們如果說小孩子 他從小在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上的結構價值 其實是給小孩子很大很大的壓力 那如果我們提供一個管道 那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興趣 不但可以學音樂 還可以從搖滾當中去展現之舞 然後把那些歌曲和詞寫進去 把它的心聲把它寫進去 然後透過舞台去把它展現出來 不但是培養小孩的專長 那現場的朋友有沒有覺得 對我們搖滾奶爸這一題 有沒有什麼興趣想要發問的 可以 等一下 還沒啊 看就知道是五年幾生 所以非常的緊 對 自身奶爸 對 這個小朋友 一定是要當兵了 對不對 你看看 看我不會猜 好 這個我們的聲歌有什麼問題 沒有啊 因為我看現場人不多嘛 這個 不是啦 我意思是說 這不是剛剛才 感覺嘛 很溫馨嘛 主題嘛 可是我坦白說 剛剛我們局長講的 我記者會都聽過 有一點 我比較 我比較 也是替在 在在在 在在在 在場的院員要問的是 其實 我們在這七個月 我們的任期當中 我們 經歷了三個局長 可能 九個月三個局長 那 我坦白說我們 必須帶從 胡志強民事長 到現在胡志強 連 經歷了很多局長 但 我可以在這裡講 吳光森 這幾個月 是我看過 真的是 投心 全部的投入在 這個活動 支持這個 音樂搖滾 你可以這樣 這是我 我可以在這邊講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你剛剛講很多 如果是那個 諾哥講到 場面的話 但是我希望 你一定有一些 心怒力者 或者是你有什麼 不捨 或者什麼 會完成 然後希望 以後大家在努力的方向 然後用心 去講 不要 不要再用發言人的那種心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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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 我回答 我簡單回答一下 呃 因為 因為 如果 知情的人知道 我接下來會去 去當那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主委 那 接下來是另外一位 黃局長 那 其實我在跟他交接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有特別去跟他溝通協調 有關於搖滾音樂 人才配置的這一塊 我只是現在講話 有點職業病 讓你覺得說 好像都是發言人的姿態 不過 我講的都還蠻正心的 是 我覺得之後 有兩件事情 蠻需要去做的 我們剛好跟大家去報告 我也會跟未來的黃局長去說 第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我們搖滾音樂空間的 所謂的 合法化 那這個合法化的目的是在於說 我們應該要注重安全 可是我們應該要提供一個展演空間 合適的場所 給我們年輕的搖滾樂團 一個可以適當表現的地方 而不是說 用一個法令的框架去把它框住之後 大家去做非法的事情 那我們覺得 我們政府應該要做到的事 就是公私協力 去好好做到這一塊 第一個 所以自治條例的調整 是可以進行的 不過也希望中央政府的支持 因為我們自治條例 一旦調整之後 我必須要到中央去 那個所謂的備查 不好意思 講到行政程序的問題 所以 地方政府願意去做 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 所以也需要大家一起去發聲 我願意去調整這件事情 那也需要大家把聲音 傳遞上去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 音樂的 才能 培育的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搖滾台中 挖了這 數百萬元 那如果單純只辦兩場活動 是還蠻可惜的 那我一直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 我們去結合這個 Live House 還有各大的 搖滾音樂的 這個展演的空間 我們好好把 搖滾台中做成 我們是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 年輕的樂團 可以在每一個活動當中 都得到政府資源的支持 然後讓你們的壓力也減少很多 然後也願意去花更多力去 去耐心的補金 然後不但自己不會花到太多的經濟 可是是政府來支持這個活動 然後你們來申請補助 讓我們讓那個人才 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去表現自己 一旦我們的年輕人 卻發現說 舞台上是可以發揮自己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的搖滾音樂 就不會出現 人才的斷層 那這部分呢 我覺得是必須要去做 事實上也跟諾哥跟Yuki 之前在開會的時候 有特別去討論到 搖滾台中 應該要往前衍生 做很多前置作業 而不是 是辦了這場活動 這場活動只是極大值 前面應該要很多的音樂 培植的一些表現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也跟那個 森哥 東森哥這邊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發言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的每一句 希望大家可以感覺到 我是很真正的 努力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也是希望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每一件都要很有意義 不見得馬上可以得到成效 但這也不是我要的 我希望說是 對 將來 對台中 對我們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就是很希望把這個信義傳遞 傳遞給你們知道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觀眾有問題要發問的 要直問我都可以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要發問的 我們要問我 我們再想辦法擠出一題好不好 不然就覺得這一個 不然會覺得這一個座談很冷門 對 這樣以後要怎麼辦座談類呢 你急什麼 蛤 你急什麼 你急什麼 忘記了啦 忘記了 就跟你講 搖滾奶爸的腦農量 那個快閃晶體 大概只有64K 諾給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最近 這幾個月來 跟我們搖滾音樂的前輩們 大家去接觸的 結果都發現說 其實大家都 比較容易用音樂去表現自己 然後很少是用說話的方式去展現自己 那其實今天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講座 最主要就是說 希望讓大家去知道說 搖滾有它很知性的那一面 那那知性的那一面 不見得是由你們去說 反而是我這個第三者 旁觀者去講的時候 大家也許會比較容易理解 而你們大家呢 就是透過音樂來展現自己 把這個教育的理念 傳遞給每一位小孩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啦 所以我也非常的理解 就是大家的問題不多 是因為 是因為 其實大家已經 已經進入那個調性當中 這個不需要那麼大的壓力 沒有關係 好 謝謝局長 講到 講到 講到等一下我沒有精神適音 好像快睡著了 不是啊 那個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其他 在座的來賓有沒有要補充的 可以再 可以補充一下 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來自高雄 我來自高雄 七三 我們搖滾台中是 international 對不對 所以要講一下英文 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一些外國朋友 沒有 昨天才有 對 昨天那個日本人 日本的朋友講的時候 我下面一直點頭 我都很懷疑 我都要去日本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他們聽得懂 對啊 他們聽得懂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what 對啊 我不知道 我是要補充一下 就是 就是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 有一些是滿經典的 比如說 最近我孩子 就是 聽了 我的音樂 他後來都會唱 因為他幾乎整張專輯 他都會唱 然後 然後 我本來是想要安排 他有沒有可能跟我一起唱 可是 其實他到了台上以後 就又不太敢唱 對 但我覺得這種感覺就是 所以 我覺得 孩子的演唱會 就要留給家庭的那種私密空間 所以 晚上呢 鄰居 我們都要先打點好 就是我音樂一放的時候 然後小孩子就會 啊啊啊 當然 我們可不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都會 突然嗨起來 對啊 那因為 我在分享就是 其實我老婆其實 他也很喜歡音樂啦 所以有時候也會播一些 新的東西給孩子 可是孩子未必能夠接受 所以就可以從一些 孩子的觀點看出 哪個團會紅 可能是 還是跟幼兒界有沒有連結 像我 我孩子其實滿會判斷的 真的 但我沒有放主音給他聽 先不要放 好 然後接受打折 對 我有放那個 除了茄子蛋以外 我有放那個 tc bag給他聽 他就 還好 他有放魯蛇情歌嗎 有放那個 鬼 我騙了你 我剛剛很嚇死 然後他就說 今天下午兩點 居然給我爆場 我覺得好累 對 警察應該抖了一下 我靠 兩點就要去顧我靠 我太誇張了吧 他講的是那個 美秀 美秀 美秀在下午兩點 已經圓滿就爆了 對 這個就是有一點接受度 但他有一點接受就代表 欸 市場上是沒有問題 對 所以搞不好 這邊等一下我們就來放一下 試試看 我兒子 我兒子 他非常喜歡茄子蛋 對 他非常喜歡 我覺得他三歲的時候 他講會唱 然後 我兒子滿有趣的就是 他 他會打鼓 就是我沒有講話他 他天生節奏感就扶著 可能就是 有人說遺傳 對 他接受感好到我倒 我就說 你長大真的要玩搖滾嗎 對 我就真的會覺得 你還是好好讀書 沒有 你就是 好好讀書好了 他已經 就是這個接受感很好 然後 其實他很常放 就是他很常在回想到 就是 假如爸爸我要聽那個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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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播他就會打 他就真的會打 就是 雖然沒有非常準 可是他就是都會打出來 其實我的Facebook很常 在打鼓的影片 很多人說 是你教的嗎 其實我真的沒有 他這樣很恐怖的 我真的很害怕 像我妹妹是那個幼稚園老師 他有一天 把我們播台 把厭世少年的歌 拿到幼稚園去播 差一點 就要上教育局 好 因為 他中間有一段歌 只是 我想要和你發生 新關係 好 不行 幼稚園 來來來 新關係 新關係 好 很好 那這樣子 中間已經 已經在沉睡 沉濕的那個 殺手糧 沒有要最後補充了 最後補充 沒有我要去試陰了 昨天中暑 你知道嗎 中暑是正常的 頭很暈 沒有啦 其實就是 我覺得剛剛 剛剛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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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透露出那個驕傲感 有沒有 真的啦 真的啦 就 這個部分 我覺得 真的蠻不好 我說實在的 我女兒齁 什麼都不一樣 對 教她不克力 沒什麼耐心 叫她跳舞 我叫她跳舞 厲害了吧 也不太愛跳這樣 對對對 還是當她隨便 對啊 不過我覺得 不管怎樣都好啦 還是讓她們開心 我覺得 現在這個結算 啊我小朋友沒有上安琴班 不習慣 我都自己來 我從小就自己來 對對對 第一個請保姆自己會趴 現在新聞時間有這麼多 對不對 你有證招又怎麼樣 對不對 那個保姆 他講錯了 不知道男人跟金部隊 突然怎麼樣了 你也沒辦法 第一手都在他手上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是自己 戴自己叫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對啊 除非必要性 不然的話 不太可能會讓她去 滿心不滿不習慣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也都沒有去 我媽不會要求說 我一定要去 好死不死 我也國立大學畢業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就當一般到這邊 你先抱一下 沒有啦 這是題外話 就是 會賭就是會賭 他不會賭你 對 你就看他 可以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對不對 對 對 你就看怎麼樣就怎麼樣 沒有 沒有 我只是在跟你眼神交流而已 今天到了 是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好 那我們最後就是 用掌聲來感謝這次的所有來賓 然後等下7點20 終極舞台 有我們樂團的表演 然後你是 8點 8點跳躍舞台 對 然後 另外兩位 昨天 8點 你們都錯過了 可惜了 可惜了 那也沒有辦法 可惜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